一定是一个正面的,积极的,如果你有积极的心态去面对,那此刻就是如果说上天没有选择让我安逸,就说明我还真的能进步,还能成长,所以一定要去正视每一次的挫折,就是他就是在告诉我,我要,我需要改变了,我要跳出自己的安,就是舒适去了,我觉得从大的格局上看,任何的苦难,就我当时给他发了一条信息,我觉得还蛮治愈的,我说,我说,所以啊,我说,我是这么想的,我欢迎世间所有的苦难, 所有的痛苦来找我,我随时准备好了迎战,因为我需要去通过这一切的坎坷,让我变得更好,变得更坚强,然后告诉我自己,蔡文静,其实你是可以达到一切的,你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,你经历了这么多,然后你依然能够正面向上,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勇气啊,就我会用这样的正向事情告诉自己,就每天要夸夸自己,你知道吗? 夸夸全不是要夸别人,也要夸自己的,所以说你们每个人每天都要相信,我不可能,我不一定会成功,但我一定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,我不需要就是横向的跟任何人比,我只要纵向的跟我自己比,就像我这段时间不是播了很多作品,我会看到很多不同的反馈,虽然我自己是不希望看到太多反馈的, 因为我就怕影响自己,但我也是会收到很多反馈,那我自己也会告诉自己,文静,你的人生还有下一步,你还可以继续努力,你看到哪些不好,不管是观众提出来的,身边朋友提出来的,或是你自己看到你的表现了,你都是可以进步的, 因为你,你并没有停在这一刻了,而且现在看到非常好,因为你尽早的知道你自己有这些不足,那你就去下功夫,去努力,去克服它,下一步的时候,我出来我变好了,那也是大家一步一步见证了,就是,哇,它越来越好,没有人会因为你变好了,去重复你曾经的不好,对吧? 所以呢,我就一直在给自己做正向的一个引导,我就也希望能够把这样正向的一些想法,就是传递给你们,就每一个人,就是,要做一个舒服的自我建设,接受自己,非常重要,就是知道自己,我就是不好,没有关系,难过,哭,但是,我相信我会变好,这个态度非常非常重要,所以,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能够这样拥抱自己, 对自己有宽容,嗯,很幸运导师,我坦白说,这是我真的是最近的一个心态的一个想法,真的,我觉得,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不开心的事情,但是你的心态是可以完全改变自己的一整天的精神,包括你的人生命运的,一个好心态的人,非常非常重要,面对我们现在这个,就是世界每天会发生很多的变故,然后你就是要拥有一个好的心态,随时引战的那种状态, 对,接受自己的评哦,当然,我看到你们说台词,我也看到我自己的台词有些问题,我真的是正视自己看到了,然后我,但是我认为我可以做到,我可以更好,所以我也会自己去努力,私下努力,那播出的和拍完的没有办法了,但是我下一部戏,我是可以去积极地做出一些改变的, 我觉得我可以面对这些我的缺点和我不好的地方,我也看到了,我可以去努力的,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好事情,都是在逼迫我自己去成为更好的,我要正视我的缺点,所以真的,我有时候看到你们去就是鼓励我,或者是说,哎,我们跟你提些建议,但怕你不高兴,不会的,我觉得我需要看到,嗯,谢谢你们,真的谢谢你们, 也希望你们,也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,我会,就是努力的去,变好,那如果确实改不了的,我也,要说一声抱歉,就是,我也得拥抱自己嘛,对吧,就是,呃,正视自己,其实你这个地方不足,但是你,你努力了,那你就,放自己一个自由,就要宽慰自己,嘿嘿,谢谢你们,谢谢你们,真的很感谢